716游行 老额客搜第1108级报道 上周时代力量前立委黄国昌 与网红馆长陈之汉 以司法改革和居住正义为诉求 号召民众7月16号下午2点上海道 举办公平正义就台湾游行 昨日两人前往邀请蓝绿白 三党总统候选人出席活动 首先且唯一亲自出面接待的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见到自己属意的法务部长人选 当然是义不容辞权力相挺 我不要用党的名义了 我已经下定了 就是以个人名义去参加 表达说我们对居住正义 跟司法改革的一个支持 希望所有到场的党公司 不要带政党的旗帜 如果有人真的带了 有关于政党的旗帜的话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强制力可以制止 国中表示活动不分党派 希望各党总统参选人 及立法院四个党团 都可以派代表参加油行 接着考验蓝绿两党 危机处理能力的时刻到了 蓝营的侯师傅 望着他几乎没救的年轻人支持度 还是决定全力抢救表态参加 迎进党则因为卡到 全党总动员的全国党员代表大会 尚未决定是否参加 如果发现人潮多到出乎意料 万人响应 百万人到场 搞不好大家就能亲眼目睹 赖赴总统华丽登场的英姿了 游行活动昨晚开始募资 仅耗17 12分钟 便达到目标金额200万元 胆敢在绿营执政的野皮子底下 举办集会游行活动 随之而来的网络 抨击此起彼落 馆长当过黑道半反黑道游行 黄国昌名下有23笔土地建物 高喊居住正义 对此国聪老师还没发力 旁边馆长先传承了他的咆哮精神 你不能说今天我们去检讨执政者 我就变卖台了 我再重申一次 老师就是台独 老师去当官老师全家 好不好 不要再说了 这716 我刚才会去当官 我623的时候也去 他说我当官 快将近四年前也说我要去当官了 今年又说我要去当官了 我当了吗 你说那23笔土地啊 你们真的有兴趣的话 我带你们去戏指看一看 全部都是种菜的机灵地 这是比较客气的讲法 送邀请函的时候 也有一些特定的媒体 随着那些抹黑的东西起舞 然后问我问题 我心里都知道 那当然啦 他们怎么剪辑怎么下标 我不知道 你要用一些根本莫名其妙的事情 在那边风抹西抹的 我跟你讲不会有用 这不但是很卑劣 而且没有人道啦 嗨我是阿尔 你知道吗 老阿特斯欧每周至少都会有 一到两部影片为黄标 自己收入自己救 现在赶快加入老天鹅娱乐会员 每个月用不较1% 在股市赔掉的钱 就能支持老天鹅 自己做更多优质影片 也欢迎点选影片下方 超级感谢斗内 给予我们更多创作动力吧 谢谢谢谢 谢谢 交通新制上路 自从去年台湾被CNN 冠上行人地狱的称号 引发全台民众积极关注交通议题 警政署在今年5月实施交通大执法 汽机车为离让斑马线上的行人 经检举最高可开罚3600元 上周五交通新制正式上路 包括汽车不停让行人加重罚则 检讨违规记点制度 加重无照及危险驾驶罚则等四大重点 并新增多项检举项目 新增了13项民众可检举项目 包括围挥停车 立项林亭 大行车倒车没人引导 没打倒车灯 以及转弯未让行人 跟着消防车救护车冲 起步没让直行车先行 或是5号制路口未减速等13个检举项目 罚金从300元到18000元都有 交通新制上路首日 六都就先开出268张罚单 然而台中市警察局 日前在脸书宣导交通新制 其中一项取缔标准 行人违规闯红灯 驾驶仍需停让 赃网友质疑是行人帝王条款 我觉得不合理 我觉得道路使用 不是每个人的责任 你行人也要遵守你的规定 才可以 不然行车人怎么办 是可以理让的 可是很多事情都是半套的 造成很多麻烦 行人闯红这个部分 也有相关的违规的处罚规定 会处以新台币500块 相关的图卡 都是援引相关的法律规定 目的是在为了提醒用路人 请务必要减速慢行 台湾路上不只有驾驶横出直撞 也有许多车祸事件 是因为行人违规 有的行人站在斑马线上滑手机 导致带转弯的驾驶 不确定是否可以通过 有的在穿越斑马线时 走到一半突然停下来 驾驶多次提醒人无动于衷 更有车辆为了离让行人 导致路口交通大打劫 直接沦为右转地域 那行人违规的部分 我们也会去处理 但是不能因为行人违规 就来质疑这样的一个政策 有人在谈说 是不是行人跟驾驶的对立 实际上我们每个都会是行人 来创造一个安全的 穿越马路的这个环境 无论身为行人或驾驶 都应随时注意道路状况 有专家认为公共政策 无法讨好每个人 与其仰赖执法结果 更应着重于完善的道路设计 以及加强对用路人的教育 才是从根本改善交通问题 提醒各位用路人 遵守交通规则 才能创造更友善的用路环境 不是有那种实质路口 是车子一起走 人一起走的那种 就避免人跟车接触 这样不是完全百分之百隔离 跟车混道比较好 像以前行人路条都有用 现在都把它拆光光 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就有这个共事在的话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做到 我真的是希望了应该 我有信心 P-PASS 选举越来越近 政府今年的效率和政绩也越来越多 继上周宣布明年高中职全面免学费 补助私立大专学杂费助学方案 T-PASS三大生活圈通勤月票 7月1日正式上路 北北基陶 中张头苗 南高平 三大生活圈价格不一 以北北基陶月票为例 购买一张1200元可用30天 在双北 基隆 桃园 可不限次数搭乘捷运 公车 客运 台铁等交通工具 U-Bite则有免费时间 搭乘工具与范围都扩大 有了这么香的月票 北捷柜80元的1280月票 也在上个月底停售 这也代表台湾的公共运输服务 迈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当通勤的负担降低的时候 民众就可以扩大他们居住地的选择 部分上班族通勤的成本变低了 相信你各位应该很有感 离买房又更进一步了 去年由民进党市长候选人们 提出的1200月票政策 陈时中 林佳龙 郑运鹏 蔡世应 虽然以上全数落选 但他们的政策还是实现了 台湾啦 2月陈时中在脸书上写下 没有当选也有些贡献 你各位还不赶快到留言区 刷一牌感谢阿中部长 切医药跟切二号两天的使用 是41.4万人次 我想这部分在台铁 已经做过几次的压力测试 我想现场就马上处理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昨天是TPAS上路后 第一个上班日 王国才挂保证 现场马上处理没问题 然后不出意外的话 果然又出意外了 赶着上班的通勤组小事几招后 才发现计划永远赶不上电话 TPAS搭乘台铁 陶杰等大众运输 目前只能走专用通道 而且通道与静老卡和爱心卡共用 许多民众没注意到就会走错 上下班尖锋时段也塞车 基隆客运更出现 乘客大牌长龙等加值 还有开卡系统扣款问题 都刷了这个EPS的通道 然后到树林站就发现扣款的金额是钱的 并没有爱心卡半票的这个优待 因为我们正经系统还在整合有点状况 我以为直接处置就有了 结果还要来顺庭 不到大概5分钟 时TPAS搭乘台铁 无法试用误点赔偿 此外区间车 区间快车 举光号 和推拉式自强号 都可以使用TPAS 但太鲁格 不用马 和新型的3000型自强号不行 搭错车不只要股票 还要加法50%票价 因为我们就三个月的建制器 本来这样的一个计划 应该到明明才有办法实施 那我想说短期这段时间 就是用我们人影导影的一个方式 然后逐渐来建制 我们一句是希望在明底 把所有的各个杂门都把它建立好 设备年底才能好 政策现在开始跑 执政7年现在说时间太赶 这一定不是选举的关系 台铁产业工会声明表示 TPAS仓促上路 旅客基层全受害 王部长自我感觉良好 要求交通不尽快改善问题 只要这个政策是OK的 现在是用特别预算 未来会用一般预算来指引 让我们这个政策能够更长久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